你是哪届呀 就是这个民族大学是哪年上 民族大学是00年的 2000年上的民族大学 对 上了多长时间 两年 两年 对 什么问题 个人问题 因为我年轻不懂事 我在学校 结婚了 不是结婚了 是生了孩子了 完了我就退学了 但是 00 2000年吧 对 那两年的时候就到了02年了 对啊 02年那会儿 其实你完全可以跟学校商量来 办个休学啊 或者什么的 我不知道因为 你当时没有和你们的班主任联系啊 或者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是办的是一业休学 办的是一业休学 对 因为你办的是 肯定是休学嘛 这我就理解了杨爽 你办完休学之后 生满了孩子 到回来复学啊 当时就是 反正我就是那么想的 我就是想换一个 就离开了 好 无所谓 就离开了 最近几年才可见大学生 我就是想上人民大学 所以我想既然有机会再走一遍的话 那我还是要上人民大学 好 那就是说现在一个人带孩子 没有 那个当时因为 我和我那个 怎么说呢 我和 我那个朋友 我们俩都没有能力 我们就把孩子给送出去了 送出去 对 是老师帮助我们那个 就是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人家 没有通过机构 没有 就是直接送养了 对 办手续了吧 就当时给老师签了一份这个东西 不是跟老师 你得和孩子的养父母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当时我的身体情况确实不允许 你最近见过你孩子吗 你知道养父母是谁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父母知道这个事吗 你当时哪边要签字的 你父母也同意吗 对的 好难理解 杨一波你刚才想说什么 很小 20岁 可是他的父母怎么会接受呢 没有 离开了 和原来的 和孩子的爸 分手了 还是在一起了 分开了 分开了 对 好 把这一篇翻过去吧 好 谢谢您 就上成教了 对 成教哪年毕业呢 2008年2月 这四年干嘛呢 我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面 从事人事和销售方面的工作 在朋友的公司 对 是个多大的公司 我不想说 不是很大 那么什么都不想说 你说找工作 我跟你说 你真要是幸亏这在非你莫属 我跟你说实话杨爽 你要是在各位 现实生活当中 有这么一个女孩 往那一 HRE说 你上一份工作 朋友那公司多大 不想说 因为我认为 这个是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是一个 电子科技产品类的工作 不是杨爽 我觉得你这样 说是无关的 咱别那么爱面子 是吧 第一个事 我觉得是挺大的一个事 你不说 但这个公司有多少人 哪怕就你跟朋友俩人 是一个私人企业 就是 他们都是私人企业 对 就哪怕就俩人 也没关系 你说一下嘛 让我们了解一下 穆言他们都是从俩人做起的 我觉得吧 就是我个人的原则里面 就是我不愿意透露 我上一份从事工作 具体的内容 我只能说 我从事的是人事方面 这个原则为什么 你担心什么 我觉得是商业秘密 不不 这人事 我从事的是人事和销售工作 公司有几个人 怎么是商业秘密呢 你没说那公司是谁 我们是要判断你在多大的职责范围里做了多少事 这是对我们职场的 非常重要的 这样这样 看着我啊 你慢点啊 一百人以下 对 五十人以上 不是 一百人以下就特抽象 俩人也是一百人以下 好了不聊这事了 又翻过去了这条 好谢谢 不是别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是干嘛的杨爽 这能说吗 就是 销售电子节能产品 比如说 电子节能灯 电子节能灯 销售的队伍有多大呀 别人我不知道 我是单枪匹马去做 不 你这个公司 你是销售 对 你不知道其他什么人在做销售 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 大概其有多少人啊 你不是叫人力减远吗 因为我是直接跟老总接触 我不知道 我明白了 少刚 他这个公司啊 特别神秘 每个销售跟老总单线联系 就跟你在那地下打一样 你做的才是人事员 谢谢 他说他是人事 你不要欠销售 你要是再这么卸 咱们今天找不到工作 他人事如果不到人怎么管啊 如果一个企业人事都不知道自己企业有几个人 这个人事到底做什么呀 不是你是做人事的 你如果销售不知道我觉得 你做人事肯定知道多少人啊 你们这个稍等 你们这公司 稍等稍等稍等 稍等 你们这公司真的是单线联系啊 销售都和老板单线联系 和我是这样的 其他的呢 那我就不清楚了 杨爺秘密 杨爺 杨爺 请问你们家是合法经营吗 你个人有多少的业务能力 你一个月你就是不要管其他人 你自己在这个公司你创造多少效益 好 这边有这个问题啊 我只说我想做的客户就能拿下来 那业绩多少 贡献度多少 两万块钱以下 那做的不好啊 那你贡献度两万以下的 你的薪资是多少 嗯 没有薪资就是生活费嘛 多少 对你不拿工资的帮别人啊 啊 你是不拿工资 有勤赞助别人是吧 这怎么说呢 当时算是合作伙伴 不是我可以认为这样就 你看一个月销售两万 一个人说 一个人说 一个月销售两万 你做节奏灯产品 我大概了解一下 那个净利也就是30%有 好这样 杨爺 所以你给公司的贡献其实很小 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正常销售考核 你是不合格的 只能拿基本工资 我只能这么跟您说 因为我的身体状况的话 我朋友也挺容忍的 我并没有说 我连续的这个30天 或者20天工作日里面 我都去做客户 而是我想去了 我就去一下 对 沐妍 他说的最重要 他说是合作伙伴 换句话就说 这是他开的公司 是意思吗 就是说你实际上状态 实际上是说 不属于那公司的员工 只是说我卖东西 从这提倡 签下 杨爺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稍等稍等 是这种工作状态吗 可以这么说吧 所以是自由人 这不是职业状态 是自由人 我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 我当时说要带销售团队来吗 但是他们昨天晚上 我跟他们主要的几个人沟通了 就是说他们已经都有工作 说希望你 还是先把你自己的事情给做好 说有什么事情 大家都可以合作来做 所以我今天来 你怎么还有新销售团队呢 就是伙伴 同学 销售什么呀 就是我们 就是我知道他们每个人能力 和适合做什么 我打算就是 如果有企业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销售团队 就是我会根据企业不同的产品 他所需要的 不同客户的不同要求 来结合我的不同的销售团队成员 杨爽 我觉得这样吧 你说的这个都感觉很好 但是你从你以前这个业绩 包括你的销售能力 包括你谈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那些朋友啊 其实有可能 对不起有点伤你 他们可能就是不愿意直说 然后说你赶紧去骂我自己的事 就是这种情况 什么意思 对我觉得 就是不愿意跟你 跟你去销售什么产品 对 我觉得 因为你不具备这个销售经验 也不具备管理能力 透过第一轮的表现 可能老板们关注的焦点 已经不再单纯是 他的工作能力 跟工作状态的问题 而可能是他的思维方式 跟思维状态的问题 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这十年 你的这个生物来源 谁养活你啊 我母亲 我母亲还有就是我做销售 你销售不是很少的销售 销售的状态不稳定 不稳定 但是说那个怎么说 这家里你母亲补贴一部分 对吧 对家里给我补贴 了解了解 所以我才想 我可以我的梦想暂时放弃 我可以把各位的事业 都当成我自己的事业来做 如果我一旦 入职一个公司的话 我短时间内 我绝对不会离开 除非是这个公司不要我了 不是杨长 你别说这些大话 就是说我 我平常是挺温和的 我只想就是 我平常是一个挺温和的 但我看你我特别着急 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公司 我们提倡的员工比较二 这个二呢 是说简单 对吧 简单直接 然后比较时尚 但你这个就是太二了 真的 太二了也没事 最起码给大家带来幽默吧 就是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什么的 就是还停在一个非常非常的 小孩的状态 或者比较出篇的状态 所以我才要出来跟各位来学习 跟同事们来学习 来 各位各位各位 先不评论 先不评论 我们先用按键器来做表态 你们的表态就是你们的评论 杨爽 逝去逝留 选择 你们的表态就是你们的评论 杨爽 逝去逝留 选择 石家企业离开 现在还有两盏灯留着 他们两家还会向你继续发问 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不是那个 我能这样的说法 而是更具体的说能力 一样爽 好不好 加油 来 你们两位认真思考问题 贴受我 这样吧 我问他是比较具体的问题 好吧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不明白你这里 求是意见写的是 全球大客户销售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想 怎么说呢 因为我认为 我和我的团队 能把这些事情做好 你又说你的团队 杨爽 现在是你找工作 你那团队的哥们弟兄 不是都有工作了吗 我来插一句话 来 因为你好几次提到你团队 其实你是一个人工作 你这个团队给我造成的印象非常恶劣 第一个是你可能是一个西游机团队 第二个你可能是有一个关爱的团队 但是我告诉你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 孙悟空还是要靠一个人去解决的 而不是靠他的团队来解决 清醒地离开你的团队 好 谢谢您 不是他清醒离开他的团队 他的团队人就刚才说了 他的团队的人已经离开他了 但是他现在还是要用那个团队 你发现了没有 他还是要用到猪八戒和杀生的 你知道吗 不是他们让你锻炼 刚才沐言说的那个话 话操理不操 你的团队可能哥们弟兄心里想 太好了杨爽要去非你莫属了 赶紧吧 推着他赶紧去 他就不会以为我们是他团队里的人了 这个我都没想到 不过刚才杜老师说的话 我赞同 自己才是自己的守护神 谢谢您 杨总 还有一个问题 我刚刚想到 这个表述当中啊 每一次关键时刻 你都是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 作为唐筛 推迟的理由 我想经过职场 他肯定也是一个有规律的工作 你是不是会把这种问题 提到这个日识日程上来呢 我只能说不会 为什么 如果我想做的时候 我想 我如果一旦去入职一个企业 就是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那你的身体是不会因为身体的状况 不会 除非我真的撑不下去 马上就over了 心之所愿 所想必成 第三个问题你还没回答我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公司 不用回答了 不用回答了杨爽 我真听不下去了 我也是 你刚刚说你身体撑不下去你就怎么怎么 其实为什么 刚刚沐言说他是一个脾气好的人 我算是脾气好的人 但是从你一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你说的每句话都很大很高 可是你做的呢 我就说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父亲去了 你母亲有抛弃你吗 我只能说人和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 你总能找到理由来 我感谢你给我发问给我提点 你总能找到理由来解释 我不是拿理由来解释 人生不是靠理由去解释 我只能说我是平心而论 我来说 我所说的都是实话 我是平心而论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我做 我只是把我自己做的事情给说出来 可是我们听到的都是口号 没有一句是实际的 我自己能够再次站起来 即使今天是谢谢再见 我也能够站起来 因为我有爱我的母亲 有爱我的朋友 我有爱我的老师 相信我的同学 我一定还会 你可能误解了 误解了 你放一句好意 我作为一个母亲 真的我很难接受 是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孩子 可以轻易放弃 好 不缺人了 特别难接受 我知道你的想法 尹丰 就觉得这十年 从02年开始 尤其08年到现在 这四年的时间 一直都没干什么 大家没有恶意 我知道没有恶意 主要是说的 换句一句话 他是担心担忧 就是妈在那儿呢 然后咱们赶紧 这四年的时间 赶紧工作 为人生你都担当了什么 在严肃的人生 你就在不严肃地晃荡 好 尹丰 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你自己的责任都担当不了 你凭什么担当人家企业的责任 我只能说 个人的情感问题 处理情感的能力 并不代表 他处理所有事情的能力 也并不代表 他处理工作上 是工业工作上 杨爽 杨爽 你别激动 我觉得杨爽 你要平心静气地听姐姐说完 那我也有个建议给你 是因为你很想说自己能够有一个企业 我们也是从你基础 从学校们出来 一手自己卖卖地走过来的 我希望你有一个重点要把握住 不能说什么都是 我一定能做多少好 我的客人 那个客人 人家做不到 我想做的 我绝对做到 身和人都没有绝对的事 这个我想说你要 你也在这边求职 让大家认可 你要把你的专长 你的营销能力 你的自己的公关能力 你自己能够付给企业带来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金美艳 谢谢银峰 马上就到了二位选择的时候了 这个舞台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让各位boss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我很感谢大家给我一机会 向大家学习 我非常感谢您 我也感谢杜老师能让我说出 自己才是自己的守护神这句话 我也感谢沐妍老师多次给我机会 谢谢再见 其他的建议我不说 我就是心平气和地跟你说一句话 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在和外面打交道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在各种情况下 听到各种各样的话 但是我跟您说您信吗 我碰到的客户 我在外面接触的人 反正都是笑了相应 大家都是朋友 而且做生意真的挺容易的 真的是这样的 难道比大孩子更容易吗 真的不是 做生意真的挺难的 你如果要是真的感觉到 做生意特别容易 那是因为你 没有走得特别深 慢慢想 好不好杨老师 谢谢 再见